为了给毕业生留下难忘的回忆 很多学校都会特别举办特殊的毕业典礼 像是台北县的野柳国小就让毕业生滑独木舟 而且必须要跳水渡港来领毕业证书 另外同样是在台北县的砍脚国小 则是以刺激的飞行伞 带毕业生到空中翱翔万里 26位毕业生一人一组 乘着独木舟随着教练慢慢滑出港 独立完成一圈的绕行 才能拿到毕业证书 野柳国小的毕业典礼 不只有特别的独木舟体验 毕业生还要通过游泳的成果验收 毕业生一同跳水渡港努力向前游 展现十足活力 不过一到终点每个人都累翻了 但还是直呼相当有趣 很长的距离 然后没有第一次游那么长的 然后所以第一次游的时候感觉会很累 就今天滑出去的时候 然后因为浪太大 甚至还会有点导致头晕 真的 会不会觉得拿毕业证书好辛苦 不会 很好玩 由于野柳是典型的农村 学生家长有六七成在从事渔业工作 因此学校已结合在地特色 策划这样符合家乡民情的毕业典礼 黄乳木舟是希望他勇于接受挑战 然后航向未来 跳水就是希望能够传习 我们野柳的神明进港的跳水文化 然后可以把这个优良传统的文化 永续传承下去 有学校选择在港边欢送毕业生 同样是在北线 砍脚国小的毕业典礼则在空中举行 在老师和教练的带领下 五位砍脚国小的毕业生成功挑战飞行伞 冲向蓝天 翱翔万里享受刺激的快感 在这一次毕业的时候 给小朋友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纪念 给他人生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看看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回忆 无论是上天还是下海 各学校挖空心思举办各式的另类毕业典礼 不只要让毕业生留下难忘回忆 更希望让他们获得多元丰富的人生体验 谢谢蔡文 谢麒文